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空氣 這裡整個基本上都是用被 但是有一些重要的方法實驗 你要記好 然後第一個是要了解空氣的組成 這個比較小 第二個比較重要 就是我們怎麼自備氧氣跟二氧化碳 實驗的方法步驟注意事項 然後還有一些檢驗氧氣 二氧化碳的方式 然後另外一個常常會考的金屬氧化物 跟非竹屬氧化物的酸鹼性 那個重點在植日劑的顏色 最後一個也是純粹是被氧化碳性的用途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是空氣的組成 油脂的東西組成的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實驗 我們在最古老的時候是做蠟燭燃燒 後來改用鋼石融的生鏽 我們透過這個實驗理解了空氣中有成分與燃燒 或者是生鏽有關 有成分是與燃燒及生鏽無關 那我們就知道空氣是一個混合物 這個出現的是第一代最早的實驗 就是黃火瓶照蠟燭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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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问你说水温上升多少 我们的答案就是上升五分之一 因为我们说空气中有五分之一是一样 你实际上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你绝对做不出五分之一 请你思考 你为什么做不出来五分之一 你为什么会做不出来五分之一 有很多的原因会造成 你想想看有什么原因 造成你做不出五分之一 或你不用管 考试就写五分之一 考试就写上升五分之一 然后因为两杯消耗掉 然后水就进去 那么这个是后来的第二代跟第三代的实验 左手边是第二代 右手边是第三代的 左手边的第二代实验在课本上只出现过 两年三年被拿掉 可是在出现的这两三年当中 我们的基测就考过这一局 那么因为消耗掉用掉某一些的成分 所以水面就会上升 所以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实验 我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我们的水面都会上升 然后我们都说它上升五分之一 上升五分之一 就表示有成分与燃烧其生锈有关 有成分与燃烧其生锈无关 但是这个实验你不可以告诉我 我有五分之一是氧 五分之一是氮 不可以因为我们如果只有单纯这样做 我们只知道有关或者是无关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什么 我们不要另外做实验才知道那个是氧 那个是蛋 所以做这个实验 我只知道有五分之一与燃烧其生锈有关 与五分之一与燃烧其生锈无关 我不能够说那个是氧或是蛋 但是透过这个实验 我知道这里面至少有两种成分 所以我可以知道空气是一个混合物 我们还有另外的方法可以知道空气是混合物 就是让空气液化 前面讲过我透过低温高压让空气液化 液化以后再去加热 我发现有气体会先跑出来 现在知道是氮气会先跑出来 被点比较低水先跑出来 那么还有一些会流下来 现在知道是氧气被点高流下来 用这个方法也可以知道空气是一个混合物 空气是一个混合物 所以我有这两种方法 可以知道空气是混合物 那么现在空气的成分 我们在地球科学会在教你 我当初里话就教过地科学会再教一次 成分有分做所谓的固定气体跟变动气体 固定气体就是在世界各地的成分比例差不多的 我们称之为固定气体 在世界各地比例会变化的 我们称之为变动气体 那么这种固定气体跟变动气体 计算是用干空气做标准 原因水气的含量变化太大 沙漠上空可以百分之零 热带雨淋上空可以百分之四 所以如果你算了水 大家的分母就不一样大 就不会有人叫做固定气体了 所以把水气拿掉 更正确的说 我们用的是干净的干空气 就是这一缸子都是纯气体 没有任何的小液态或者是小固态 还有个比例 算是个比例 那么分做固定气体跟变动气体 固定气体在小学的时候学过两个 蛋跟氧 国中里话多教一个氧 蛋氧氧 变动气体我们上课的时候 尤其在第一科课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介绍水气 氧化碳跟臭氧 水气氧化碳跟臭氧 然后我们就介绍这个比例 我们这个比例当然完全不用废 看看就好了 这个数字都不用废 你告诉你说 我们有这个氮氧氧什么变化之类 看一看就可以了 就是跟各位介绍我们空气的组成 OK 我们介绍氮气 就比较简单一下氮气 氮的性质 无色无味无秀 我们学的东西基本上 几乎都是无色无味无秀 所以如果那个气体是有颜色的 如果那个气体是有味道的 比较特别记下来 比如说在氧化碳 有臭氧氧的味道 比较特别记住 我们现在都是无色无味无秀 正常情况下肠温肠下是气态 有一点会溶 比空气轻看看就好了 然后不可燃不助燃 我们讲过了不可燃不助燃的气体一坨拉苦 所以你光用不可燃不助燃不能够说那玩意的就是二氧化碳 所以我做实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一个是气 一个是氧 一个是二氧化碳 所以那个不可燃不助燃就是二氧化碳 但是做的都用这个性质 说那玩意的就是二氧化碳 因为这会太多了 然后含量最多 体积你不用背 知道就好了 就是含量最多就可以了 然后呢是蛋白质 蛋白质含蛋 上次到那个食安事件的时候 说什么加了什么东西呢 要欺骗它它以为蛋白质含量高 因为测量的关系 测量的关系 还有加别的东西 但它以为是我蛋含量高 所以就以为我蛋白质含量多 然后欺骗就这样 就是这个蛋 蛋里面的主要的重要成分 然后呢可以合成氨 然后可以做蛋肥尿素硫酸 就是我们前面教过 就是做肥料的 尿素的时候还有销酸 销酸看一下就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它基本上不太会作用 在一般的情况下 它反应的活性很低 不太会作用 但在高温的情况下会作用 所以我们教你汽车的高温引擎 会产生氮氧化物 然后后面就教你会造成空气污染 氮氧化物是空气污染你的成分 最后一个是我们教过的 生活上常看到的 就是保鲜 氮气保鲜 因为氮的活性很低 不太会作用充满了氮气 没有其他的氧气 没有其他的气体 它就不太会反应 东西就不太会变质 所以油啊 会有氮气保鲜啊 还有一些米啊 还有这两个就是我们那个 可爱的洋芋片那种啊 一大包摸 看摸起来 疯疯的 烤箱好多 其实里面东西好少 那里面也是冲淡保鲜 冲淡保鲜 比如记下我们冲淡器 可以帮助我们保鲜 这样就可以了 OK吗 OK OK